各位同學,今天我講解四年級的四則混合計算 四則混合計算入面,其實大家覺得很簡單 其實我加減乘除都學了,為何我要學四則混算 留意我們學之前的基本 在加減乘除的基本混合計算入面 大家真的要做得比較純熟,比較快 因為當你在做的時候,我們在加減乘除 加數,進位,一些十的組合 如果比較快,你可以更加得心應手 減數,乘數,隨數都是,乘數表必須做好 隨數,你對於不同數字的整除性 我們怎樣令到數字變成一個有餘數 最接近有多少時候,我們都是透過乘數表去改善自己 我們馬上看看四則混合是怎樣做 其實四則混合,我們最簡單的 每天都學會的口訣是怎樣? 第一個就是先乘除 第二個就是後加減 是不是?但不是說,有沒有情況是例外的? 會不會是不同的?當然會 例如我們有括弧 裡面是加減的,先做 是不是?都會先做 但是那個概念不是要先做加減 而是先處理括弧裡面的東西 行不行?不要倒轉 那之後,括弧外面的東西 就是之後做 行不行?在括弧外面的就之後做 裡面的就先做 千萬不要有一個概念 我們可以先做加減 不是,是我們先處理括弧裡面的事情 好嗎?之後就馬上看看題目 我們有72乘以8除以9 再加38 那究竟會是怎樣? 看看這一組數 其實它很好的 因為它將乘除和加 其實都將它的次序分好了 先乘除後加減 是不是? 乘除的次序不一定要順序 即不是先乘後除 乘除你可以調轉的 像這樣,72乘以8除以9 可不可以先做72乘以9 除以9,乘以8先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今天也顯示了乘8 先做除以9給大家看 乘以8會是什麼? 576吧 是不是? 再除以9加38 好了,之後我們就做些什麼? 做除了 因為除是行先個加的 所以我們會先做除數 可以嗎? 除以9會是什麼呢? 64加38 最後結果102 大家算不算嗎? 深算不可以的 用不算 沒有問題的 絕對沒有問題 考試不會被人笑 知道嗎? 答錯了就被人笑 但是 題目一定是 最重要是夠準確 可以嗎? 就算成績差一點的同學 不要灰心 以及不要氣餘 因為你去計算的答案 真的要計算準成度 不是計算快的 你很快 但是錯得很多 沒有意思的 知道嗎? 接著我來 一條應用題 大家看看 好了 有班同軍去露營 同軍 是不是? 同軍露營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啦 是不是? 但是他們有11組 每組18個人 以及5個領袖 同軍18 5個領袖 留意 那些領袖都是人 知不知 不要漏了他們 接下來再說 因為我們一間旅遊巴 可以坐52人 最少幾間旅遊巴 才可以去到營地 好了 最少最多的問題 究竟 最少是否通常都會進位 記不記得 因為最少 因為 我們就算剩下的東西 都要找一個新的東西 去包裝 去載 看這裏 就是我們用多個旅遊巴 去載他們 對不對? 而一組究竟有多少人? 一組就有18個同軍 再加5個領袖 所以我們要先考慮 同軍是有23人 即連同軍和領袖 小朋友和大人 合在一起 知不知 然後 他有11組 我們就乘回11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有52個旅遊巴 我要多少個旅遊巴 需要多少 我們就除52出來 好 題目就是這樣 有括弧 是否先處理括弧? 記不記得? 剛剛說了 記得的同學 這樣就很厲害了 23乘21 除以52 那接下來就會變成什麼? 23乘21 有沒有人計到? 好 計到的就是253 除以52 結果 就會是4餘45 4餘45 這個45是究竟什麼? 就是說 有45人 如果坐滿了四餘 之後 那這45人 究竟你會怎麼做? 我們不可以將他塞在其他四餘旅遊巴 如果不是那間旅遊巴 就不是叫52人 是叫68人 譬如 是不是? 那不行了 那我們要做什麼? 多給他一個旅遊巴 是不是? 千萬不要塞在那四餘旅 因為你有沒有上巴士看過 有寫最高載客量 是不是? 多個就不行了 你沒事的話 就算你沒事 那司機叔叔也有機會被人拘捕 因為不合法 所以不要為了露營 令司機叔叔難做 訂多個旅遊巴 所以我們是五家旅遊巴 知道嗎? 然後我們再看看今天的練習 好嗎? 好 今天的練習 是說什麼呢? 我們當然是四次運算 第一條 看看吧 我們做三四條 好嗎? 然後給大家一些加課 大家做一下 128乘以4 不是 32乘以4 說了答案 加15乘以3 這裡是乘加乘 所以我們有32乘以4 才做的 15乘以3 也是要先做的 最後才加在一起 由128和45出現了 兩者相加 8加5是13 4加2是6 進位是7 1就是1 173 好嗎? 好 OK了 我們接下去第二條 25加14 括住 乘以2 再除以13 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25、14 是不是括弧 先做 就算加數也好 39 39乘以2是78 78除以13 是否很難 但是如果大家乘數 真的做得好 我們會知道 78是13 其中一個倍數 所以我們很快 可以得到結果 出到6 這個答案 可不可以? 好 第三條 第三條 我們是150 除以15 即5乘以3 括弧 減去8 15和150 我們一看就知道 它是乘以10 是不是? 減去8 我們就出2 10-8是2 這是我們小學一年班 已經學了 知道嗎? 好了 接著來到應用題 有漢堡包 有熱狗 這是熱狗 你不要去到麥當勞多 以為是板燒雞腿包 知道嗎? 有雪糕 還有什麼? 有杯汽水 OK? 現在題目問你 買漢堡包三個 和雪糕三杯 那要多少錢呢? 好了 因為大家買的數量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嘗試用括弧去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怎麼做? 就是9加7乘以3 是不是? 不是吧,Sir 我想分清楚每一樣東西買的價錢是多少 可以分開計價? 都沒問題的 我們就是9乘以3加7乘以3 可以嗎? 那可以計算嗎? 會不會有不同? 當然不會吧 如果這樣的話 那個收穫完豈不是很辛苦嗎? 好 我們嘗試驗算 好嗎? 9加7是否16 16乘以3 計算吧 321 時間到48 可以嗎? 9乘以3是27 7乘以3是21 兩者相加都是48 是不是? 發現到兩樣去計算的方法 其實是得到同樣的結果 好嗎? 好,今天呢 在家裡也好 我們課堂也好 今天有練習做的 回家一定要做 很多同學都會覺得 好,四則運算只是好淺 我加減乘除 早上我學了 還要學你那四則運算 四則運算的精要 其實是 加減乘除要夠熟 還有 你真的要做得多看得多 特別是 即時要轉換四個不同的運算方式 你要做得很好 知道嗎? 所以大家回家真的做了 然後交回來 讓我去看看 大家是否認識所有的東西 知道嗎? 今天我們這一課到這裡 我們下課再見 拜拜